Decimal Activities 的介面 这就是主页 大家可以建设一个新的Teachers Account 或者可以用我现在的Teachers Account 分享给大家 可以进来看到我的活动 细节就是这里 Mass2018HKU at gmail.com Password 就是 Euler2718 Sign in 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有更多内容 首先在Home Page上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活动 但是搜索的功能其实不是太好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靠Google去找一些相关的活动 另外分了一些最 popular 这里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活动 有些就是Decimal自己本身的Teachers製作 有些新的Teachers 暂时就不容易看到其他老师的Creation 通常我都要Google去搜索才能找到 好了 后面那三个就是我订阅了的 或者是Customize 通常Customize 就是你自己弄的 或者copy了别人的Teachers 就放在这里了 或者是以往History 比如说最近开的一些classes 在这里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去回MOST POPULAR 找一些Activities 好像举例这样 要Match my lines 这个就是Decimals的Teachers製作的 你看到ByDecimals 它有些基本的资料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Screener 就是说里面有这么多版 15版的内容给学生去做的 你可以按一下Student Preview 大致上看到每一版的内容 甚至乎你可以试一下 看看里面有什么可以移动的部分 可以用Mouse to drag 这个就是第一个Screen 1 of 15 如此第二个Screen 比如在这里 你可以尝试看到它是学生做些什么 Adjust the equation so the line passes through the points 这个你要自己去Submit equation 看看它能不能经过这一点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Preview 你已经可以大致上知道 学生会有什么要做的 在下面你也看到 Teachers moves 或者Sample responses 就是作者 提供给老师参考的 OK 我先关掉 刚才我们按了Student Preview 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 在这里做那些Activity 如果真的要开一个Activity 你要create a class code 待会我们再试一下 另一方面 如果你觉得这个Activity 是合适用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就设计了它 sorry 这个就是设计了 设计了 这个就会加进去我们的List 设计了设计的List 另外你也可以是copy and edit 直接把这个抄下来 变成你自己的Activity 然后再修改 那我们先看看Bookmark 在Bookmark 可以看到 我现在加了这些Activity 留待我可以再修改 另外还有些Bundle 比如说 关于某一个主题 你想找一些相关的Activity 通常都是Desmo自己提供的 有个别的可能是一些 个别的老师制作的 就像这样的 那另外呢 也有另外一个Categories 比如说 Functions 那这里有另外一些Activity 举例 比如说我可能想试一下 这个Cart Shop Functions 我可以看一下 那同样 你可以看到你的Student Preview 那你已经可以大致上知道 有些什么的内容了 甚至会有些建议给老师 那这个就是Preview 那现在我可能 一来可以Bookmark 那在Bookmark那里 我就会看到这个Activity 也可以copy and edit 我试试copy and edit OK 那现在呢 基本上 我可以进来 Edit 这个Activity 的了 但是 现在我不真的 Edit 所以我这样 Click了Next and Publish 就是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Activity OK 那在哪里看到呢 Bookmark 这个就看到 Bookmark 就是原本的 Custom 这里就看到 Copy of the Card Shop Activity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刚刚抄下来 准备edit 所以它加了一个 Key 就是edited by you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 再edit 它 好了 那去回到我本身的Custom 就有以下这几个 本来呢 我做了一个Algebra Exercise Triconometry Describe Fordinary Graphs 那这些我之前做了 和有些已经试过了 那 就 譬如说 那这个呢 Circle geometry 这个 这个 那这个就是已经做了 和开了几个class 所以你这里看到 有这些classes 那每个都有自己的 那你可以开进去 开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就有class code 那这里就是 你看到之前有一班 学生做了这些 的 是的 那如果你想继续 那这些学生的名字 那如果你按 anonymize 那些名字 就会变成假名的了 那这就是每一个 page 的summary 来的 如是类推 好了 那我们先出去了 那出去了 我们先按 Circle geometry 就是这个Activities 的版面 那刚才呢 就是我看了其中一个class 那如此类推 我还有另外两个class 是试了的 在这里和这里 那也都可以create 一个新的class create class code 那现在就是第四个class 那这个就没有人 就是so far 没有学生 进去的 现在按 view desktop sorry dashboard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提供这个 给学生 加入 那暂时呢 是没有人 enter 那如果你保留住 它的话呢 一路开住它的话 其实你已经可以将这个link 就是传给学生 这个link 那就让学生 可以随时 在家里进去做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所做的事情 那你只要保留 这个 继续开住它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真的不要这个class 那你就可以delete 它 或者archive 那现在就不再出现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版面 可以让你看到 就是我其他的activities 那如果你想做一个新的呢 就可以在这里 new activities 可以开始这个新的了 另外呢 就是呢 要留意呢 在Desmos under你的account name 那里呢 又叫做选项 你可以learnDesmos 或者进去Desmoslab 也可以看看account setting Desmoslab那里呢 注意呢 它可能给了一些新的工具 那你拼了 Activate它们才会用 譬如 Geometry 很明显就是一个 新的 新的工具 Use Geometry Tool Beta And activity Builder 那如果你没有拼到 那你就用不到 Geometry activities 也都抄不到 其他有Geometry activities 的例子 那我现在出回去 这就是classmen的版面了 那这个示范就暂时到这个位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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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